那都是台湾租庄 台湾滋账 上车和业带沟通价钱 买车就换新有补贴 财政部规定出厂六年以上汽车太就换新 可减征退还货物税 汽车最高五万元 这项租税优惠2021年1月就要到期 现在可能延长 很不错啊 五万块毕竟也是加减 如果这个车来加优的话 我可以开个半年吧 其实如果这五年 政府没有就换新的这个措施 我想车市的跌幅应该是蛮大的 就换新来看的话 其实成效我觉得相当不错 财政部综合各界意见 目前倾向再延长五年 最快七月就会预告 渴望下个会期通过 可以太就换新 就减少空气污染 当然有补助 也吸引一些客户 我们当然蛮赞成 按下按钮 车身几乎要贴到地面 改车课税门槛也放宽 从附加价值一万 提高到一万五千元 超过这金额 才要加克货物税 最高百分之三十 修车或换座椅 这类不改变车型的 不在此线 尽管直接减征货物税 姿势体大 还不在延绎范围 财政部先从放宽门槛 延长补贴给优惠 再继续